就是打電話去罵記者 就說怎麼可以把我們家小綺說 她是最醜的楊過 那有土為證 我後來看到她的造型 我就打電話去跟那個記者說 她的造型 就是因為我知道小綺 她頭髮很茂密 她頭髮非常多 然後又很粗 所以她頭髮是 就是會往上衝的那一種 然後如果要租這種頭套 這種我不知道 就是會很 好像帶不合 你就會覺得她有一點像 替身或者是 或者是那種 踢上去 卡卡的對不對 其實是有原因的 你說 神雕俠的原因不是我要演的 我只是去唱主題曲 然後我在跟導演 跟製片在聊的時候 他們就因為 好像之前彈了幾個主要角色 都好像鬧掰了 可是那個所有的衣服跟頭套 都是按照那個 原來設定的人 然後做的 去做的 所以那個時候頭套是 你看這個時候是 整個頭套黏上去 那個最好笑 戴半頂 然後就覺得 哇 難怪什麼 好像安全喔 就演的比例就怪怪的 一定要把那個頭塞進去 那種感覺 而且那個時候 我覺得最為難的是 她要怎麼會 她要露燒臉 都不可以笑 她不是每次跟你演 她不是會 而且那個時候楊過 其實我一開始也很擔心 因為一見楊過物中生 因為楊過是很俊俏的 然後結果人家說你不帥 她說電視劇 死都要帥 我說喔 原來你還知道 然後 然後衣服也不是我的 不合身啊什麼的 所以 後來你看 就是到了笑到江湖的時候 我們的美術造型 這真的好看 裝修品老師 帥就帥 然後頭髮是我自己的頭髮 真的 打量很多 難怪你感覺比較 平凡啊 不要